两个神王高手健壮 赶忙记起扶牛津法宝 卷向火翘王 两三下将火翘王缠了个结实 这时林中的凶兽像海水般的围了过来 巨岩大小的鲍子 无情的落在了他们的脑袋上 似乎很是惧怕射兵符 片刻间兽朝居然被牢牢的挡在法阵之外 铜镜见状大喜过望 再度敲响迷心中震慑着火翘王的神魂 跟着拔身而起 挑到火翘王的身后伸出两掌 祭出一枚圣兰符纹 按在了火翘王的背后 嗷这一声 火翘王吃痛再度嘶吼而起 但此刻 他的本命真火已经被古服死死的压制住 不敢多想 铜镜一把按在了火翘王的右肩上 飞向高空 并对着下方五位随从大喊道 此地不宜脚流 退 说吧 他也不回头 直接向着恶难谷外逃去 两名神王高手反应还算机敏 没等铜镜喊出声来 就逃向天际 那三个天神就惨了 不等他们飞起来 数以万计的兽巢 犹如一场大浪般地将他们拍在了恶难谷底 连一个惨叫都没有 直接就变成了一堆七零八落的森森白骨 陆尘望着绝尘而去的三人 眼珠一转 凭空踏起跟了上去 长空矮矮 云踪物险 前面三道人影捆扶着火翘王 头也不回地夺路而逃 丝毫没有察觉身后还跟着一个天圣高手 也难怪 一个天圣 还是达到了至少二十重天的天圣 就算站在他们的面前想发现都很难 而陆尘之所以没有即刻出手 是因为他想看看 这些人的背后到底在计划着怎样的阴谋 跟着铜镜三人 微随向西 目的赫然是离着圣阳山不远的太义城 三人的速度虽快 但是其身后的兽巢也不慢 陆尘回头一看 好家伙 数以万计的兽巢中 还有近十只以上的尊敬凶兽 他们的面目睁瘾 双眼皆是喷着似黑煞星火的黑色火光 其中一条五爪双翼的黑龙 喷吐着滔天的烈焰 领袖着漫山遍野的兽巢大军前进 其势之滔滔 犹若狂潮海啸 一浪一浪的卷来 这些吸食了黑煞星火的凶兽 比起一般的凶兽还要凶猛厉害 所过之处皆是冒着蒸蒸玉气的浓烟 陆尘看着不由连连点头 不怪铜镜要控制这些达到了数百万计的凶兽大潮 要是能够为他所用 虽然不能达到八大门族的强势 却也不是一般的萧小势力能够比拟得了的 如果将这些凶兽大潮用在门族中的大战中 定会杀得另一方任养马翻屁滚尿流 毕竟他们是凶兽 还是吸收了煞火真元的凶兽 灵性甚至连兽性都不存在 真正大规模的门族大战 光是气势就能吓得修师们胆战心寒 望而为战了 没过多长时间 威俄助力在云雾中的太义城 慢慢浮现出威为壮观的奇景 这座神界古城虽然经历了一场血洗 但却没有遭到严重性的破坏 大战是在野外进行的 城中的损失很小 故而十六年的时间虽短 但是有着无数门族进驻在城内之后 倒是恢复了往日波澜壮阔的面貌 只是今日这太义城甚为不凡 就在路程看到太义城的时候 一个身材伟岸 披戴黄袍金衣的老麦身影 孤傲地站在太义城外的空中 老人的头顶盘着一朵巨大的白云 云里有着甘露降下 点滴而落聚起淡淡的云烟 将老者包裹而起 老者的身上有着超乎想象的金光缭绕 虽然达不到刺目 让人不敢直视的程度 但却神光内敛气霞绚丽 一股股森然后重 孤傲冷酷高高在上的气质 浑然地从老人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老人的身后还站着两个人 那两个人 路程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罗妖洞的彭圣 和火凤天圣洛宇 两人都是罗妖四圣之一 而在老人面前 却仍旧表现出尊敬之色 显然 这老人的身份不低 而从老人身上不断散发出来的 逼人气势 以及那标志性的金光 路程不由就想到了五爪金龙 这个特有并且不能被忽视的族类 龙战也是龙族 他是青龙 而这个老人一定就是五爪金龙之首 上天三界妖族一脉 龙 元 鹏 凤 四大妖族 从开天辟地时便占据着天地间 极其重要的地位 此时四圣献三 看来同静所言非虚了 他们要控制这些在他们眼里并不同类的无灵凶手 路程的瞳孔缩了缩 心里加倍了小心 虽然他曾经战败了志强天圣宣夜 但还没有以为自己就是无敌于上天三界了 宣夜当初凝炼十法题已经消耗不少 真元大损 在家受到七杀猪的偷袭再降一个层次 路程才堪堪与其打成平手 最后还将所有底牌使出才能打的宣夜溃败如流 所以他不认为自己面对这条老龙能够占到多少便宜 罗妖之尊 一旦妖天圣 他的身手要是低了 那就出了鬼了 路程想了想 没有继续尾随 而是记起碧影阵法绕了过去 而即使老龙的修为有可能比他高 但路程的三十三重天的近十百空间 也足够让路程迷流片刻了 他不敢肯定能够打败老龙 同样老龙也发现不了他 刷 闪到远处 路程冷冷地看着那寿巢扑天盖地而去不为所动 他明白 要是同静说的是真的 这条老龙肯定不会大规模地屠戮这些凶手 因为他还用得着他们 不过路程就不懂了 老龙既然在附近干嘛不自己出手啊 偏偏让一个七重天的尊敬 只身犯险 是自是身份不屑出手还是有什么别的苦衷 黄论就算他不亲自出手 他只需要派出手下的彭凤二圣 随便一个也用不着如此的吃力啊 哼 就看看你搞什么鬼 十六年来 太乙城中云集了神界腹地各方各派的高手数以万计 整座神城中的人口达到了九十万余人的地步 就算比起十六年前惊天血案之前也不成多了 城中的势力混乱复杂 大大小小的门派甚至门族多达数以千计 人口的密度暴增 让这座辉煌的古城又重新繁荣了起来 而距离罗瑶至下 天仲城最近的太乙城 自然而然成为罗瑶洞吞定的目标 听到城外万寿习城的咆哮声 城中的修士们无不飞出了城外 大大小小的门派多得宛若天上的繁星 一个个修士 见到恶难谷的凶兽们清朝而出 军事吓得肝胆剧烈 四处逃窜 连自己的家眷都顾不上了 他们哪知道啊 城里来了个大人物 正是龙凹 其实龙凹并不知道铜镜准备拿恶难谷的火鞘王来讨好他 只是凑巧 他这几天在太乙城会见了一个大人物 碰巧的让铜镜赶上了 铜镜思虑再三 打算给龙凹一个惊喜 是才才会带着两个神王心腹到恶难谷找火鞘王的麻烦 只不过他低估了火鞘王的能力 没想到火鞘王已经统育了整个恶难谷的凶兽 铜镜心之不敌 只能救助 这才有了龙凹出现在太乙城外的一幕 面对成群结队 漫山遍野的凶兽 只有太乙城上空龙凹 蓬凤二圣还保持着冷静 至于那九十余万的修士 还能站得稳得寥寥无几 十六年来 恶难谷的恶名远波万里 谁都知道 来自圣阳山下的恶难谷 是一群穷凶极恶 比神界几处边外之地的凶兽横行 还要危险的地盘 平日里躲都躲不及 怎么会有人无缘无故的去招惹这些畜生 望着那领头的铜镜 一些尊敬高手恨不得直接上去 将他生吞活泼了 但是看看极如潮水涌来的庞大凶兽群 不少人又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就在这个时候 万寿大朝已尽 同静也逃到了龙奥的身后 老龙发威惊天动地 一声龙啸 无须憋气 当众吼出 嗷嘞嗓子 数以十万计的兽巢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老龙一口真元气吹得人仰马翻 劈滚尿流 宛若潮水奔涌 急退入海 带着一片丝毫不伤及凶兽群的狂风兽巢 吹到了树里开外 眼看着那潮水击退 探已成暴已热烈的欢呼声 人人对老龙龙奥竟望有加 暂此连连 老龙刚刚接到同静的传音 心知他是想为罗瑶立功 但见那潮水般的寿巢规模庞大 顿时心生招揽之意 而为了打消身后的所有修士的疑虑 老龙当即贺道 同为有种 本生不愿等一般见识 速速退去 否则修怪本生不留情面 陆尘在远处的大树上 看得彻彻底底 对于这掩饰其用心的谎言 不禁嗤之以鼻 老家伙 夜心不小啊 同静说的没错 你果然有心收拢这些凶兽啊 满山遍野的凶兽 即使再穷凶极恶 也不会分辨不出 他们与老龙的差距 就连那只黑色的五爪双翼龙 都呼闪着巨大的羽翼 不敢冒进 但是 他们并未退去 而是匍匐在郊外 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死死的盯着同静手里的火翘王 在恶难谷 吸收黑傻心火最大的凶兽 被视为主 他们在等着对面的敌人 释放他们的主子 同静满头大汗的凑了拐 之前的高傲 在老龙的面前半点没有 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 说道 龙傲大人 这只火翘是他们的主子 若想制服他们 只需驯服这只火翘便可 同静本想老龙如果没空 他把火翘带回去 再用阵法制住 然后鞭打折磨 使其听命 现在老龙再更好 以老龙的手段 绝对比自己要强上太多了 老龙撇了一眼火翘 极其隐晦的点了点头 压低声音道 本圣知道你开启了灵制 何图人言 命令他们归服于本圣 速速退出恶难谷 本圣留你一命 这番话却是对着火翘说的 火翘刚通灵制 根本不知世间险恶 同样也不会被躬屈膝 闻听老龙威逼 火翘狠狠一瞪眼 张着大嘴对着老龙咬了过去 畜生大胆 老龙还未开口 彭上一个闪声飞过去 便是一记耳光 甩在了火翘的脸上 只打得火翘鲜血狂喷 陆臣看得一阵心疼 再怎么说 火翘跟包翅有点交情 算是师徒之缘吧 不忍看火翘平白无故的挨打 陆臣马上纪念出神念 隐晦的画出一缕无形的声线 吐了出去 不要抵抗 听命则是 我会救你出来 陆臣这一招 实际上凶险至极 他用神念传音 让火翘暂时听命 不免会被老龙发现自己的存在 不过他也是在堵 碧影阵法用天圣境界施展出来 一般情况下不会被人发现 即使是老龙 也得干瞪眼 果不其然 就在陆臣神念画术传音入密火翘的时候 老龙忽然感觉到身边周围 有着一股神念气息涌现了出来 虽然很微弱 但他还是察觉到了 嗯 老龙猛的扭头 看向陆臣所站的方向 疑惑的是 那里没有半个人影啊 难道本圣察觉错了 怎么可能没人呢 这股强大的神念从何处而来呀 陆臣就站在书冠里 一动未动 老龙看过来的时候 他的心里也是一突 不过还好 碧影阵法着实争气 老龙看了一会儿 并没有派人彻查 又把头转了回去 陆臣心里松了口气 再看老龙的眼神 充满了戏血 火翘也听到了陆臣的传音入密 惊讶中 呲牙咧嘴的神情为之一宁 疑惑的看了看周围 变得迷茫了起来 诶诶诶 谁跟我说话呀 再一不能再二 陆臣知道 如果自己再用神念传音 肯定会引起老龙的警觉 就无法得知他们的打算了 于是看着火翘直着急 心里念着 千万别白手皮肉之苦了 幸好 火翘被捧上一巴掌 打得晕头转向 知道跟眼前这三位的实力 相差悬殊 而开启了灵石的他 明白不是老龙的对手 之前的傲气劲消了一大半 这也是开启灵智凶兽的好处 并非凭本能判断 而是知道什么叫进退有据 再加上陆臣的提醒 火翘扑愣扑愣脑袋 冲着那兽潮吼了两嗓子 正气焰生疼的凶兽大潮 见自己的主子发号施令了 一个个像被包子打蔫了的茄子似的 汹涌的退回了恶难谷 老龙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见兽潮退去 对着铜镜使了个眼色 然后飞进了城内 一场濒临绝灭的恶战 无疾而终 最高兴的当属那些 占据了太乙城的修士们 各方大能恭维着老龙的出手相助 在一片喝彩声的簇拥之下 老龙跟着铜镜回到了太乙城东的寿神门内 陆尘自然要跟上去 否则哪会让火鞘落在老龙的手里 尾随着老龙一行人等 进入繁华的太乙城 陆尘偷偷地跟进了寿神门 寿神门在太乙城中的名头不小 占据城东很大的一片宅院中 陆尘一路随行 很纳闷老龙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来干什么 跟进院子里 老龙让铜镜将门户紧闭 然后关照彭声道 部下尽职看好他 过不久他会是我们踏平神闹城的主力 神闹城天方海相描神功 他们一定想不到 他们永远也没有机会 见识到原始神功了 他回头 撇了一眼铜镜 赞道 嗯 你做的不错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罗瑶洞在三重天的护法了 有朝一日取下创始天使 他一成就交给你掌管 说着话 老龙带着凤圣洛宇进了正厅 铜镜没有资格跟进去 忙在后面连连称谢 铜镜这个人没什么野心 他只想找到好靠山 安安稳稳的修炼下去 自然而然对老龙感激替灵